各位听众大家好,我是朱爱铭,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群雄,我们接着来讲风尘秀吉。 风尘秀吉他的清朝战争实际上是以失败收场的,而清朝战争的失败给日本和风尘政权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。 有的人认为日军撤退是因为风尘秀吉的死造成的。 实际上在风尘秀吉去世之前,日军在朝鲜战局的失败已经是不可逆转了。 关于这一点,风尘秀吉自己也承认。 1998年4月,风尘秀吉派使者告诉在朝鲜的驻将, 留小岛川秀秋、小西行长、家康清正和岛金义红、黑天长正等十余将领留在朝鲜, 其余重将全部返回日本。 而留下的人分为四个据点镇守。 小岛川秀秋守府山、家康清正守卫山、小西行长守顺天、岛金义红守四川、屯兵约十万人。 那么第一次秦朝战争,从1992年4月起到1993年5月止, 一共是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。 日军最后是退到沿海,修筑了16个据点以固守,准备卷土再来。 那么第二次秦朝战争是从1597年7月起到1598年4月止, 只有九个月的时间。 那么日军退到沿海,仅仅修筑了四个据点以留守。 从这点上来看,日军的败局已定。 守住四个据点不是为了卷土重来,而是准备全部撤退。 而凤仁秀吉在他去世之前,还留下秘主。 从他的秘主中可以看出,他已经预见到清朝战争失败的结局。 他更加担心和害怕的是日本清朝战争失败之后, 明朝联军会大举向日本进攻。 这样的话,日本将会受到外国的侵略,甚至亡国。 所以,他把国家托付给了德川家康。 那么还要史料记载,凤仁秀吉在他临死之前, 留下的最后一句话,是说, 误使我十万兵为海外鬼。 这说明凤仁秀吉,他到去世的时候, 并不看好日本在朝鲜的战局。 日本经过了一二百年的冬乱时期, 那么经过信长秀吉最后在1591年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。 各种社会矛盾相对趋向缓和, 但凤仁秀吉没有抓住日本刚刚统一的大好时机, 大力发展日本经济,进一步缓和各种社会矛盾, 巩固统一局面。 而是野心勃勃在大封建主、大明门、大商人的推动下, 企图推并朝鲜,侵占中国,称霸亚洲。 这就使得日本相对缓和的各种社会矛盾又重新激化起了。 那么首先带来的负面影响, 就是农民的反抗斗争不断的发生。 弗林秀吉的清朝战争把日本人民投入到战争深渊, 从全国各地征调了军队数十万, 动员各大明砍伐森林,修造战舰, 征集全国各地的粮食、衣物和各种物资运往前线, 制造火枪、武器、弹药, 征调大批的战马奔向沙场。 围绕着这场战争动员了上百万的人力, 消耗了大量的物资,加重了人民的负担, 也影响了日本农业生产的发展。 那么随着战争的进展, 大量军队伤亡, 军队需要补充人员以及大量的物资, 这更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和榨取。 沉重的赋税、兵役、劳役, 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, 这自然就激起了日本人民普遍的不满和反抗斗争。 在后方, 农民们的反战斗争, 以巨纳年贡、 离村罢工的形式广泛展开。 举一个例子, 当时的大名佐助一轩, 率部抵达民户屋, 他就向自己的领国发出了一道守令, 说如果乡民不完纳共租, 那么这个全乡通通被处死。 即使全村结成废墟, 也在所不惜, 可农民们并没有屈服于这种威胁。 他们制造流言蜚语, 说佐助部队, 杜到高丽就不会回来了。 他们不要说临时性的三抽一的军粮, 就连一般的共租也不想交。 这就给佐助一轩, 造成了沉重的打击。 以至于1592年, 当他受命率起一半的军队渡海作战的时候, 在明湖屋, 不得不临时从其他大名处借来了稻米八百弹。 即使是这样, 他的部队仍然处于机长陆路的状态。 在清朝战争期间, 封后国改为封尘秀吉的直辖领地, 当时他派出了巡察使去这里视察, 可是举目所见, 空空如也, 原因是农民已经大批的逃亡。 那么农民离村罢更和土地荒芜, 成为当时日本全国的现象, 以至于1596年夏天, 封尘秀吉向全国大名下达了各国荒田对策的命令, 这也间接说明了当时全国农民罢更, 更田荒芜已经成为封尘秀吉, 不得不正式处理的一种普遍现象。 那么对于清朝战争, 日军内部也出现了不满的情况。 开战不到三个月, 当时集结在肥前贫护的萨摩大名岛金家的部队, 岛金家臣, 美北国间所率领的700名官兵, 就因为拒绝渡海作战而滑变, 当时滑变着南下, 攻占了肥厚的左富城, 得到了该城城下商人, 村长, 农民的支持, 后来又向熊本县八代市进军, 中途战败, 美北被杀。 美北国间的叛乱, 我们在讲岛金家的时候, 曾经给大家讲过, 这个暴动虽然失败, 但是对整个清朝战争的进行, 带来了不小的影响, 它影响了岛金家的出征, 也迫使封城秀吉改变了原来的战略部署, 成为封城秀吉放弃亲自渡海指挥作战计划的重要因素之一。 后来随着朝鲜战局的恶化, 出平朝鲜的大明家臣, 军心逐渐涣散, 导致此后逃离前线回国的事情频频发生, 例如肥后国, 球魔军大明, 向良氏的家臣, 深水佐马界, 就随随便便地脱离了朝鲜的战场回国。 肥坚国, 左赫大明, 郭导直报的部队中, 中途归还者, 一次就有战斗人员57人。 后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情况, 冯仁秀吉采取了一种应急措施, 他于1593年年初, 命令各地设置逃亡截获所, 规定从今以后, 无同行政者不准通过, 嫌疑犯一律拿捕, 窝藏者全村处死。 他的这个举动, 就说明当时日军内部混乱的情况, 已经非常严重, 临阵脱逃, 已经成为封山秀吉非常头疼的事情。 那么清朝战争势力, 对封山政权最大的影响, 是在于统认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。 本来封山秀吉统一日本之后, 统认阶级内部矛盾相对趋缓和, 但是在清朝战争问题上还是有分歧的。 德川家康的德川家族, 仍然在窥视方向, 时刻想夺取全国政权。 那么这种矛盾, 在清朝战争过程中, 由小到大, 逐渐的发展。 而在封山政权的内部, 在封山秀吉死后, 已经存在两派, 一个是以十天三成, 小秘行长为首的文官派, 一个是以加藤清政, 辅导政则为首的武断派。 而文官派与武断派的内争, 就极大削弱了封臣家的实力, 以至于德川家康后来居上, 最终导致了封臣政权的覆灭。 清朝战争, 日军的不利战局, 也消耗了封山秀吉大量的精力和体力, 以至于他的健康状况迅速的恶化。 而与此同时, 封山秀吉幼子的出生, 也使得封山秀吉身后的继承人问题, 变得错统复杂起来。 而封山秀吉已经没有时间了, 所以他采取了非常直接并且粗暴的方式, 来进行了解决。 这也为后来封臣政权的覆灭埋下了伏笔。 老天爷让封山秀吉登上了日本权力的巅峰, 但是也给了他新的烦恼, 这就是关于他寄生人的问题。 在日本的史料记载中, 封山秀吉是一个极极好色的人。 根据传教士佛罗伊斯的记载, 秀吉的宫廷内部有超过200名女人, 但他还在不停地搜寻美女。 可是秀吉家里一直人定不忘。 秀吉的妻子早年曾经生下过一个儿子, 可惜在三岁的时候不幸夭折。 他发迹之后, 收养了主公知天信长的四子, 取名秀胜。 由于出身不凡, 他对这个养子非常的看重。 信长的葬礼也正是秀胜负责主持的。 可以说秀胜是秀吉夺得知天家政权的重要助力之一。 可惜的是, 秀胜18岁的时候不幸身亡。 那封神秀吉后来又收养了五个儿子, 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封神秀次。 秀次是秀吉的外甥, 一直跟着秀吉南征北战, 经历了不少的历练, 再加上血缘上比较近。 封神秀吉就萌生了让封神秀次来继承自己的想法。 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, 他的侧室查查怀孕了。 为了迎接这个迟到的孩子, 封神秀吉特意赠送给了查查一座城池, 让他安心的养胎待长。 查者也顺利的生下了一个儿子。 老来得子的秀吉欣喜若狂, 给儿子取名气, 取舍气之意。 因为他相信民间习俗布好了名字, 反而给婴儿带来好运, 希望能够保佑这个儿子健康成长。 秀吉后来又给自己这个儿子起名叫贺松, 对其格外的疼爱, 连行军打仗都要带在身边。 孩子有个头疼脑热, 秀吉就下令所有的神社寺院为之祈福。 尽管如此, 不幸还是发生了。 贺松两岁的时候, 阴命夭折, 再次丧子让风神秀吉异常的悲痛。 他还意识到自己年岁见长, 继承人的问题不能够再拖了。 所以他下定决心让风神秀次出任风神家的家主职位, 并且继承了官白职位。 他自己本人则退居幕后, 自称太阁。 他接下来就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金工朝鲜, 把日本的内政全部都交给了风神秀次处理。 可是就在清朝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, 秀吉的测试查查再次怀孕, 并且生下了一个男孩, 这就是风神秀赖。 那么这个孩子的降生, 就让风神秀吉和风神秀次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。 秀吉非常想让自己的亲生儿子继位, 但是秀次的接班人地位早已确立, 所以秀吉就开始渐渐的疏远秀次, 并且思考如何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。 那么在家臣前田立家的撮合下, 秀吉提出把秀次的女儿取备给秀赖, 这样秀赖就可以在秀次之后继承风神家家主之位。 秀吉还想分割领土, 五分之一留给秀赖, 其余的留给秀次。 可是风神秀次迟迟不肯点头同意这一方案, 同时外界开始流传对秀次不利的言论。 有人说风神秀次在佛教圣山、比瑞山列路, 更有甚者说他用田间耕作的农民当靶子练枪法。 人们私下都称秀次为杀生观白。 但从现存的史料综合来看, 所谓的杀生观白, 无非是秀吉想除掉秀次而进行的舆论造势。 1994年, 原定八月份举行的俱乐地落成典礼被延期到10月, 具体什么原因已经无曾考证, 但是已经可以看出秀吉与秀次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。 接下来秀吉就开始对秀次动手。 根据史料记载, 1595年7月3日, 秀吉的手下石田三成、 曾田长盛、 前田玄宜、 福田之信、 公布济润等五个人前往俱乐地, 当面指责秀次有谋反之心。 在秀次否定之后, 他们又让秀次写下了长达七页的绝不谋反保证书。 但是即便如此, 依然不能消除秀吉心中的疑虑。 7月8日, 封臣秀吉派遣出使者, 命令封臣秀次亲自来福建。 为了不让秀次起疑心, 其中的一位使者就是之前秀次非常信任的他的养父公布济润。 但是等秀次到达福建城, 却没能进入自己的宅邸, 而是被派往秀吉指定的, 墓下吉隆的府邸。 结果秀次等来等去, 也没有能够见到丰臣秀吉, 反而最终等来的是流放高野山的命令。 高野山的大寺院是曾经流放政治范之地, 一般被剥夺领地与官职的人, 因为丧失了世俗的权力与地位, 会被流放到大寺院去隐居度过余生, 这几乎是当时一条不成文的规律。 因此从一般意义而言, 被流放的高野山就意味着秀次, 虽然失去了世俗的地位, 但至少可以保住生命。 因此秀次只从随从的三百名侍卫中选了十个人, 跟随着使者上了山。 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, 最后等到的居然是秀吉下达的抛妇命令。 7月15日, 秀次在高野山青岩寺的柳之间抛妇自尽, 尸体被葬于高野山深处的台光院, 头颅则被带回三条河园。 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, 秀次的死依然不能解秀吉的心头之恨。 8月2日, 在三条河园, 秀吉下令将秀次妻儿全部三十多人, 在高高挂起的秀次的头颅面前一个一个杀掉, 耗时长达五个小时之久, 然后就地掩埋, 取名为畜生中。 至于为什么秀吉对秀次及其家人如此残忍? 一种说法呢, 说他为了儿子继承大统, 杀掉继位的威胁人, 并且要斩草除根。 另外一种说法, 是在朝鲜吃了败仗的秀吉, 为了威胁反对再次出兵朝鲜的大明, 而杀一敬百。 但不管如何, 秀吉最后除掉秀次的手段, 过于直接和残忍。 而风尘秀次, 早已在风尘政权中, 赢得了一定的声望和认可。 那么, 他和他的家族如此凄惨的下场, 也让风尘政权内部一些实力派的人物, 心中产生了不满。 这也成为风尘秀吉死后, 风尘政权不稳的重要原因之一。